今天要讲一个没有技术就看我呆呆的影片来学习的故事 故事开始表妹和男友玩抓迷藏 你找到我就可以 表妹来到表哥的房间要在这里躲着 九十九一百男友开始到处的找表妹 男友来到了表哥的房间 哇在人家的家直接开门很没有礼貌叻 男友一下子就找到了表妹 看来表妹的烧味真的很重叻 男友找到了表妹直接就在表哥的面前搞起来 还要表哥出去外面 哇表哥既然可以忍 要是我呆呆直接就剪掉他的咕咕笨了 完之后男友走了表妹来向表哥道歉 哇穿到这样道歉 可是却没有搞起来 妈的 表哥也接受了表妹的道歉 What the 表哥找了女友搞搞 女友要和表哥分手 因为嫌表哥的技术不好呀 表哥很难过回家的路上 看到了表妹和男友在吵架 表妹要和男友分手 因为男友每天都想要 弄到表妹很不舒服 表哥刚好心情不好就前去阻止男友骚扰表妹 男友很甩呀 一直讲表哥没用叫他死开 表哥发火了和男友打起来 回到家表妹帮表哥贴胶布 表哥你刚刚很勇猛哦 当然我可是有念过呆呆的淫乱拳法的 表哥累了回房间休息 表妹想起了刚刚表哥为他出气那帅气的样子 他带着他的屁股蛋上楼 他来到了表哥的房间 哇表哥在看着我 呆呆的影片 学着淫乱拳法呀 阿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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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看 你不看 其他女朋友吗 分手了 他嫌我技术差 所以现在要看呆呆的影片 学学咯 表妹竟然用自己的身体 来让表哥学习 呆呆的淫乱拳法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订阅旁的小铃铛以获得最新影片的通知 我是呆呆淫乱拳拳 门派的第一代掌门人 其中一招就是 流水港塞拳 中了我这招绝对给你 从鲍鱼流水流到港门去的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